2006年8月12号,在墨西哥华雷斯市,一个16岁的美国女孩被发现死在了一辆当地的公交车上。 单看这一起事件,可能感觉还没什么,无非就是一起普通的谋杀或者自杀案件。 但是吸引人们注意的是,这个16岁的小女孩,是华雷斯市从1993年到2006年以来发生的第400起年轻女孩遇害事件。 而且更可怕的是,1993年至2006年,短短的13年,在这个城市,累计已经有5000人失踪了。 在这400起遇害事件中,被害的女孩,大多数都是遭到了强奸、折磨、毒打,之后被枪杀或者被利器刺死。 由于这些案子迟迟地无法侦破,于是受害者的家人就纷纷地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了警察,认为在警察当中有内鬼。 而且,这400名悲惨的遇害者有个共同点,这些人都是清一色的印欧混血人,大多数都是外来的打工妇女或者女学生,所以劫财的可能性不大。 根据官方统计,受害者中,12岁以下的少女占6.2%,13至17岁的占26.9%。 总体来看,死者大都在15到20岁之间,生活都比较贫穷,而且都在工厂里上班。 在遭遇不幸之后,他们的尸体就都被抛弃到了矿野。 从报道中看,案发现场都在荒凉的地方。 警察在检查现场时,经常会发现尸体的残肢被丢弃的到处都是,而且还发现了好几个机梯掩埋尸体的大土坑。 华雷斯市是墨西哥北部齐瓦瓦州的一个边境城市,大概有120万人口。 它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索尔帕索市隔阂相对。 正是因为它和美国只有一和之隔,所以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以向美国出口为主要方向的加工工业,在这里逐渐兴起。 于是随之而来的,就有不少外来的女性来这里打工。 也恰恰是在90年代初的1993年起,这里便开始不断的发生女性神秘失踪事件。 从90年代开始,墨西哥以及其他国家媒体就经常对华雷斯市女性失踪和被杀案件进行报道。 十几年来,大约有400名妇女惨遭杀害,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外地来的打工女性。 她们被杀后,尸体有的被抛弃在路边,有的被掩埋在秘密的地点。 而且,由于遇害的大多数是年轻女性,所以华雷斯市甚至已经被称之为少女死亡之城。 根据警方调查,在这400名遇害的女性当中,其中有一百多例,她们的作案手法是如出一辙的。 受害少女年龄在16岁左右,死前都遭受了强暴。 而且,她们的一侧乳房或者乳头都被切除,似乎是凶手想借此留下一个独特的记号。 从1993年刚刚案发时,当地警方就声称要立即破案,严惩凶手。 在随后几年中,类似案件不断发生。 为了调查这一系列凶杀案,西瓦瓦州也成立了特别行动组。 在这13年间,他们拘捕了数十名嫌疑犯,也给其中很多人判了刑。 但是同样的案件还是在持续的发生,丝毫都没有减少的迹象。 2002年11月初,华雷斯市警方逮捕了一个名叫古斯塔沃·梅萨的29岁的嫌疑犯,因为他和当地的八名女性被害案件有一定的关联。 而且在抓到古斯塔沃之后,警方还信誓旦旦的宣布,连环凶案已经告破。 可是嫌疑犯,古斯塔沃本人却一直表示,他是在刑讯逼供下,才这么说的。 结果没过几天,11月8号,古斯塔沃在自己的单人牢房内突然暴死。 事后警方报告称,他死于膳器手术后的并发症。 但是其实就在前一天,一名刚刚为古斯塔沃检查过身体的医生说,犯人当时的手术很成功。 而且就在7号当天,古斯塔沃还和他的岳母通了电话,告诉对方自己身体很好。 所以说古斯塔沃到底是不是死于手术的并发症,是有待伤缺的。 而且就在古斯塔沃死后不久,2002年11月17号,人们又在当地的煤炭公司附近,发现了三具女性尸体。 而且发现尸体的地方一直被警方认为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秘密的藏尸地点。 后来经过证实,这三名死者都是几周前在这附近失踪的年轻姑娘。 而且警方还公布了很重要的一点。 由于煤炭公司入口守卫森严,凶手藏匿尸体的地点一般人很难进入,只有公司内部职工以及警察才能够进去。 紧接着两天之后,2002年的11月19号,人们又在距离华雷斯市警局不到一公里的荒漠地区,发现了一名五岁女孩尸体。 抛尸地点距离火车的铁轨很近,根据法医鉴定,死者曾被人勒住脖子,身上被捅了十几刀。 同以往的受害者一样,这一名女童的双眼被凶手残忍地挖了出去。 根据女童父母讲,他们的孩子是10号在附近商店买饮料时失踪的。 还不仅仅是这些,没过多久又接二连三的有女孩遇害,当地警察也又抓到过几个嫌疑犯。 但是后来,抓到的嫌疑犯不少,但是死的人却是越来越多。 最终,当地的警方也懒得去管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墨西哥警察所做的,只是每次案发后埋葬遇害者的尸体罢了。 有报道说,华雷斯市警方对凶杀案一直是采取漠视态度。 华雷斯市所属的齐瓦瓦州警方宣称已经逮捕了很多嫌疑人,并且对其中一部分判了刑。 但这些囚犯却说,他们是被冤枉的,因为在他们被捕之后,凶杀事件仍然是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许多受害者家属也认为,凶手仍然在逍遥法外,警方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打算随便抓个人来顶罪了事罢了。 13年来,发生在墨西哥华雷斯市的少女惨案不计其数,而且死状都惨不忍睹。 这甚至比1988年到2002年发生的白银连环变态杀人案还要可恶。 1988年,露娜15岁的女儿布伦达神秘失踪了。 五天之后,警察在郊区的一个工厂大坝里发现了她的尸体,面部遭到严重殴打,而且胸部严重散倒。 2001年的一个晚上,罗娜在器具厂上班的17岁女儿莉拉下班后始终没有回来。 结果八天后,警察在垃圾场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被勒死,而且遭到了毁容的莉拉。 2005年3月,20岁的美丽女孩杰玛从玩具厂下班回家,在路上被人打昏。 10天后,她被分尸后的残肢在她工作的工厂里被人们发现了。 2005年5月,在10岁的安娜伊奥罗斯科的房间里发现了已经失踪多时的她的尸体。 从尸体特征上看,凶手明显是先奸后杀,然后放火烧了住宅,企图毁尸灭迹。 而就在案发两天前,另一个7岁女孩,爱丽丝·恩利克斯,也被发现死在了附近。 2006年8月12号,一个16岁的美国女孩被发现死在了一辆公交车上。 她不仅生前遭到了强奸,而且死后还被凶手包掉了整个头皮。 等等这些,只是这400起残忍案件中的个例。 尽管墨西哥总检察院宣称,已经有67名有关的罪犯被判刑,还有一些嫌犯正在被调查和审讯当中。 但是奇怪的是,不管警方抓住了多少个嫌疑犯,凶杀案却一直在继续。 仅仅2003年,在华雷斯遭遇不幸的女性就有25名。 2003年11月26号,1500名妇女在首都墨西哥城的市中心改革大街游行,要求迅速侦破华雷斯系列凶杀案,保护女性的安全。 总统福克斯也接见了10名被害妇女的家属代表。 母亲们向总统悲痛欲绝的哭诉,请求她的支持和帮助。 福克斯总统也极力的安慰伤心的母亲们,承诺给破案工作增加经费,进一步的加强华雷斯治安,尽快完善DNA资料库的建设,以方便确认犯罪嫌疑人。 但是尽管如此,就在2004年3月10号,正值华雷斯妇女谋杀案跟踪调查特别委员会参议员小组,历临华雷斯访问调查期间,又发生了新的案件。 在一个已经发生过六起妇女被害案的,名为黑一色基督山的荒凉小山上,又发现了一名遭到强奸和杀害的妇女尸体。 3月13号,福克斯总统发表公开讲话时气愤地说,这起新的案件,使我们所有人蒙受耻辱,我们要加倍努力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将凶手捉拿归案。 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这个案件,很多其他国家媒体也开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2003年5月,英国《泰晤士报》报道, 墨西哥总检察院证实,法雷斯妇女被害连杀案,很可能和当地的人体器官犯罪团伙有关。 据说,被查获的叫做金丝雀团伙,已经向当局交代了犯罪过程。 金丝雀犯罪团伙的头目交代说,他们起初只是想把诱骗来的妇女转卖到当地。 后来,听其他人说,倒卖器官更值钱,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妇女先强奸之后杀害,再雇医生取出他们的器官。 连团伙的头目都这么招供了,是不是就代表这个案子已经告破了呢? 其实不是。 2003年,这个团伙落网,但是2003至2006年,在华雷斯,同样的惨案还一直在继续发生着。 而至于凶手的目的,是不是人体器官,现在看来可能性也不大。 可能有极少数的案件涉及到了器官贩卖,但是从大部分尸体的受害程度和案发时间来看,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 不久之后,英国《观察家报》报道,美国《爱尔帕索时报》的墨伊女记者戴安娜华盛顿,在花费了整整五年时间对这些谋杀案进行调查之后,最近透露了她的调查结果。 她认为,杀害这些无辜少女的,是一个由六名墨西哥百万富翁组成的谋杀小组。 这六人都是墨西哥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之所以受害者都是年轻女性,是因为她们身上不会有性病。 这些人,她们的手下在找到目标之后,会把女孩抓起来,送到她们的主人身边。 而戴安娜断言,这些人至少已经杀害了一百名女性。 而且与此同时,戴安娜也一直都在调查这些谋杀案,试图查明这些凶手的身份。 她花了很长时间从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墨西哥的相关人员手中得到了许多的独家内幕,并且打算把十几年来所掌握的案件内幕记录在她的书中,公诸于众。 那么,戴安娜的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很明显,十三年来,四百条人命,五千人失踪,单独一个人很难做到,背后很可能是一个组织。 而警方不止一次的声称抓到了犯罪嫌疑人,与此同时,案发数量却是有增无减。 也可以看出来,作为凶手的这个组织,肯定有比较硬的后台。 那么,在知道了以上这几点之后,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来看看华雷斯这个地方。 实际上,从1993年,卡利罗·富恩斯特独贫走私团伙,也叫华雷斯集团,控制了华雷斯市以来,有组织的犯罪就开始全面的爆发了。 卡利罗·富恩特斯是墨西哥最有势力,最残忍的垄断集团,他们把拉丁美洲大部分的毒品走私到美国。 这个垄断集团的成员们都住在华雷斯黄金区的豪华公寓里,而整个华雷斯市的其他130万居民却大多都生活在简陋的小屋内。 而华雷斯集团为了让自己逃脱法律制裁,花费了数百万美元贿赂了墨西哥官员,通过开办所谓的合法企业赚取了大量钱财。 那么在这种种原因催化之下,华雷斯也因此成为了墨西哥的第四大城市,却也是臭名远扬的洗钱制度。 1993年开始,华雷斯集团的崛起却成为了一些女性的噩梦。 一些妇女接二连三的被谋杀。 第一位受害者叫安吉利加。 1993年,她的尸体在阿尔塔维斯塔附近被人们发现了。 自此以后,十多年以来,至少有370名妇女被谋杀。 尽管其中有些女性可能死于家庭暴力或者其他犯罪,但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死前都被强奸过。 大部分受害者死前受到过折磨,而且身体有致残的痕迹。 有时,谋杀者也会在受害者身上留下记号,比如割去他们的乳房,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抛在荒郊野外。 根据统计,受害者平均年龄仅仅只有16岁,全都是来自贫困家庭。 一些国际组织指出,他们的死并没有让墨西哥政府付出任何的政治代价。 尽管政府逮捕了许多嫌疑犯,但是谋杀仍然在继续。 在华雷斯,有数百家工厂,吸引着墨西哥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妇女前来寻找工作。 而由于谋杀案件不断,警方强迫工厂老板提供汽车接送女工人,以保证她们的人身安全。 我们刚刚提到的女记者,戴安娜·华盛顿,在对这一系列案件调查了十几年之后,也声称已经掌握了一些凶手的身份资料。 在她的书中,她大胆地揭露了凶手的残暴。 她说,那些被谋杀的女孩都被她们仔细筛选过,她们一般都符合两个条件,年轻和贫穷。 她认为墨西哥联邦政府进行过调查,而且知道幕后的凶手是谁,甚至其中几个人还是墨西哥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们与墨西哥的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根本就碰不得。 2003年3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曾经向墨西哥政府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里详细地指出了失踪女孩被绑架的具体位置。 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墨西哥政府对他们的情报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即使他们已经警告了墨西哥政府。 黑社会团伙还要绑架另外的四名女孩,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